台東島路馬克盧凱族人12月19號聚集在部落廣場 由部落主席胡靖德代表宣誓自主公告傳統領域 大陸馬克部落宣布傳統領域範圍北至大鬼湖往東經紅葉溪往南沿至大八六九林縣 經台東縣北南鄉東新村轉西經社馬甘林縣 資本西上游至屏東縣借轉北中央山脈林縣到小鬼湖 總面積約兩萬餘公頃 主席表示達魯馬克部落歷經二十多年的傳領調查後自主公告一意重大 也為族群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依據我們自己的地名老人家的口述 還有我們的傳統的口傳文化 還有遷移史 依據我們這樣的情形 我們也跟部落在十幾年以前 在民國八十五年 也是二十年了 就已經在做這樣的傳統領域的地名 山川的標定 鄰近許多部落族人以及學者也前來參與這歷史性的一刻 達魯馬克宣示兩萬多公頃土地為部落傳領 但是與其他鄰近族群土地有重疊劃設問題 未來將共同擬定共管機制 有共同的靈異的部分 我們來共同共管 共來使用 這個是我們目前來跟這個鄰近的部落 來討論的這個學商的地方 你先告之後 那部落之間可以互相來做協調 那這時候政府可以扮演協助者的角色 不是主導者 在行政院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公告之前 達魯馬克部落自行宣告傳統領域 雖無法定效力 族人希望各界能尊重部落主體性 及自主管理傳統領域 也呼籲政府能落實原基法精神 為原住民族資質打下穩定的基礎 記者文章章台東北南採訪報導